本来也是有不能够存取那个资料库的 那我们可以透过ADO这个元件 可以帮助我们 那ADO它主要 最主要就是4的功能 就是查询、新增、修改、删除 那因为这部分前面 要从头讲其实非常的 这个恐怕不是 短时间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让大家完全了解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我就把它做一个整理 查询、新增、修改、删除 那这一些程式码呢 前面我们有用过像这个查询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sample来 复制之后贴上去修改就可以了 但是要知道改哪些 我前面有讲过吧 那今天的话主要是利用这个 叫做新增 新增的部分这一段程式码 那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做修改 那有哪些部分要做修改呢 基本上我们主意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 呃 城市部分呢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进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 按下这个新增 那目前呢里面是空的 因为这里面城市我还没撰写 那你在撰写这个新增到资料库之前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先把引用什么 引用 因为我们ADO有没有 本台ECL是没有的 它不会预设帮你就 引用那个ADO元件 所以设计都在于新增 啊